不好意思 刚才中间又被打断了 我们接着聊 就刚才说到他过去参加黄埔一期的时候 个子还比较小 黄埔一开始还不收他 后来才收他 那1932年呢 胡宗南就是参与了组织立行社和复兴社 这都是后来蒋东正非常依仗的重要的组织 有的也是算是所谓秘密组织吧 有点类似于特务啊 或者讲是情报系统 那么当时被称为十三太保之一 十三太保呢 都是蒋东正非常依仲和信任的心腹 据说还排在这个所谓十三太保之首 但是我们知道十三太保里边 还有一位叫戴笠啊 戴笠是这个军统的主要负责人 军统头子 所以呢 如果讲这个 蒋东正对戴笠呢 他也是特别的一重 那到底谁更加优先呢 这东西不好说 我觉得这是一种说法 我们顾且听之 这个而且有人说 胡中南有一个绰号叫黄埔太子 那么甚至还有人说呢 就是说蒋东正曾经考虑过 未来要培养这个胡中南 作为自己的接班人 这个到底是作为军队的接班人呢 还是说整个国民党这个政权的接班人 这个东西很难说 我觉得后来呢 蒋东正他更加多的是关注自己的儿子 蒋经国 培养蒋经国做接班人 所以如果我觉得 有接班人这样一种说法的话 可能更多的是从军队考虑 也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把军事指挥权交给胡中南 这也是一种说法 不见得就是说 真的 你看国民党军队里边 是有很多个体系构成的 他不是说完全是蒋介石 或者蒋东正自己的嫡系构成 他有很多这个军阀 长期割据的那些势力 包括贵系军阀 何英卿啊 这个白崇喜啊 李宗仁啊 这都属于贵系军阀 对吧 那么何英卿呢 当然何英卿更加算是蒋介石的这种嫡系了 以前说是在军事上的这种地位 是何英卿排在前面 应该是仅次于蒋介石了 1935年7月 胡中南率军 坚守四川松攀县城 红军久攻不下 被迫绕道过草地 在草地呢 因为这个行军的条件非常的恶劣 损失惨重 所以这个也可以看作是胡中南的一项攻击 因为他如果守城不坚 被红军攻下来的话 那红军就不会后来吃那么大的亏 那到了1937年4月12号 就是第一军胡中南所率领的部队 从陕西被调往徐州 负责徐州迸部一带的治安 这是战略要地啊 大家都知道徐迸会战嘛 后来也就是中共所说的这个淮海战役 那徐凤这个地方是战略必争 兵家必争之地吧 那么从抗日战争开始 也就是说1937年冬呢 胡中南就担任了这个国民革命军 第17军军团长 然后呢担任国军第34集团军总司令 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 第一战区司令官 后讲司令长官 所以号称西北王 就是这样得来的 当时呢在陕西驻扎的 也大约有40万军队 是由胡中南统帅的 也就是说他还是有相当的实力 这个再加上他的武器装备 应该算是比较精良的 当然不能跟后来的 全副美式装备的 杜一鸣所属的部队去相提比论 当然在国民党军队里边 胡中南的军队 已经算是装备非常好了 也有一些美式的装备 1947年1月15号 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中南 到了郑州 去跟参谋总长陈陈见面 还有呢就是郑州的绥靖公署主任 顾祝同 他们一起讨论战局 研究作战方案 然后呢 蒋中正在南京召见胡中南 预谋齐夕延安 因为延安是中共的老巢 要指导老巢 但是呢 胡中南有一个侍从副官 机要秘书 叫熊向辉 这个人是共产党的秘密的地下党员 这个还有呢 除了这个熊向辉以外 胡中南手下还有一个叫声剑 陈中金 这些人都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谍报系统 有人后来把他们称作是中共谍报系统三节 胡中南的军事行动 实际上每一步吧 就是重要的战略作战计划 都是被中共迅速就能够掌握的 但是呢 胡中南那个时候从来没有怀疑 没有发现熊向辉 在自己的身边 这个熊向辉就是中共的间谍 但是后来也有些不同说法 有人说胡中南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或者胡中南本身就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反正各种说法都有 但是我们还是倾向于不太相信胡中南 那么受蒋中正重视 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动机 一定要为共产党服务 所以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 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真正确凿的证据 能够证明胡中南是中共地下党员 但是他身边倒是有不少 已经被证实了的中共间谍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我们如果不能下最终的结论 但是呢在有这个确凿的证据 推翻我们的结论之前 我们还是坚持原来的这个结论 然后当时在1947年的2月9号 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中南 在三元召开了作战会议 部署进攻关中地区 2月28号蒋中正飞抵西安 部署对延安的军事进攻 中共事先就得到了秘密情报 部署延安紧急疏散 3月1号蒋中正召见胡中南 研讨进攻延安的计划 3月12号 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中南 到宜川洛川召开军事会议 大家记住这两个地方 以前都是属于共产党的地盘 但是后来随着大军压境 胡中南率领的部队 都陆续占领了这些地方 然后胡中南就部署三路 进攻延安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 蒋中正命令 胡中南以数十万兵力进攻延安 这是一个大的战略决策 3月19号 西北野战军放弃延安 这到底是不得不放弃呢 还是所谓诱敌深入 按照后来中共官方的说法 就是牵着胡中南的鼻子走 是毛泽东展现他的这种神奇的 神奇妙算 这种战略意图的一种体现 有很多吹捧的文章 说如何毛泽东料事如神 有的时候敌人近在咫尺 他都可以把他甩开 安全地逃离 因为毛泽东身边的当时警卫部队 只有不足一个营 是由汪东兴所带领的 所以有的时候最危机的情况下 汪东兴只带了一个连的部队 就进行了阻击 然后呢 掩护毛泽东撤退 那么悠宰悠宰的 毛泽东不着急 不害怕 周围身边的人 回忆起来说 毛泽东真像神一样的 那现在回过头来看 这个到底是 是不是因为事先就掌握了 这些军事行动 还有人说 胡中南如果就是 中共秘密党员的话 他不会让毛泽东感到惊恐的 所以这种说法呢 我们觉得就是说 确实是有很多的疑点 但是呢 你要想下结论说 胡中南就是一个 中共秘密党员 这个确实是 缺乏足够的证据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 胡中南的第一军 在中共 西北战军放弃延安之后呢 就正式的收复了延安 所以有人说延安 当时已经是一座空城 那么收空城以后 蒋东东也很高兴啊 那么胡中南因此 就是身为陆军上将 并且获得了二等保顶勋章 胡中南占领安一年里边 始终找不到中共主力 他想找主力决战 但是找不到 而且由于这个机要秘书 熊向辉经常暗中通报 所以国军在几个地方 这个战役都挫败 比如说青化匾 杨马河 还有盘龙镇 三次战役中都没有 占什么便宜 而且呢 尤其是在潘龙镇那次军部 就是当时胡中南的军部 这个粮弹 就是包括粮食啊 弹药 后勤的一些物资 都被共产党部队 这个把那个守卫的 那些部队击败 然后把一些粮食弹药 都抢去了 一些装备 所以有人讲说 胡中南是运输大队长 给我们送来了最好的武器 粮食等等 这都是应该说 不是说胡中南多么饭桶 或者毛泽东多么的神算 最主要的还是由于这个匪谍吧 就是在胡中南身边 有这么多的匪谍 那么除了刚才讲的这个战役失败以外 又在撒家殿战役中又失败 在遗川战役中 刘勘 刘勘是一名高级将领了 刘勘和延明都阵亡了 还有旅长李继云 李坤岗 这两个人都被俘 4月21号 整编第17师 不得不撤出延安 1948年6月 蒋东正巡视郑州西安 并在西安召集了军事会议 面授机遗 就是说告诉胡中南 这个有些事情要做一些重新的安排和调整 然后留了三天才返回南京 那么10月10号 胡中南为了挽救 立北败局 从药县 新平 从关等地 集调整编第1师 第65师 第90师 第76师等部 共三个旅 9万多人进行反击 你看那个旅呢 当时肯定是加强旅 就是说 三个 一个旅就有 这个三万多人 这个就不叫旅了 实际上就是军了 按照我们一般的 现在就是 而且是一个 整编的加强的这种 实力非常强大的 一支军 集团军 对吧 然后呢 先头部队 进到了大力北 北柳池营中山地区 然后被解放军击退 1949年4月10号 胡中南到了西口 这是蒋介石的老家嘛 然后5月份 胡中南部队 在福梅战役中遭受沉重打击之后 损兵折将 超过10万多人 5月20号 西安撤手 部队陆续撤制 秦岭和巴山地区 12月7号 派胡东南 担任西南军政长官 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 胡手下 这个时候只剩下三个兵团 不久 不久第七兵团的陪 这个有一个 第七兵团的负责人 叫陪昌慧 在四川德阳 向中共投降 第18兵团 李正 在成都 向中共投降 第五兵团 李文 在亚安 被围剿 只有少数人 逃往了西昌 12月16号 胡中南由成都 飞到海南岛 榆岗 12月20号 胡中南部队 决定放弃成都 12月22号 蒋东镇 清早六点 清早四点就起床 然后亲自给胡中南 发了一个电报 指示 以今后空军 与其进行途中 详尽联络方法 那么就是说 要空军支援 而且怎么来联络 具体的要求 因其丧失失地 以致全军覆没 然后蒋介石 还下了一个命令 让他与西昌 共存亡 本来就打算 牺牲胡中南的 既是把他 看作自己的心腹 但是在关键时刻 也叫他死守 那时候 其实是没有希望的 12月30号 胡中南由海南岛 飞往西昌 准备收拾残局 这说明胡中南 还是中军思想 或者是从军人的 这个角度来讲 他是非常顽强的 明明知道打不赢 他还按照命令 从海南岛又飞到了西昌 所以这个 从光这个方面来看的话 他就是还是比较勇敢 能够承担起责任 不是不负责任 一看就是大势已去 就溃逃 就逃避责任 他不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的后来呢 我们知道国防部 有一个副参谋长 叫郭继桥 他向蒋中正表示 他说如果我们把 胡中南留在大陆 等于是送了一名大将 给敌人做俘虏 那么这样既违背了战争利益 也违反了指挥道德 就感觉到这样不合适 这样的时候 蒋中正才下决心 派飞机接胡中南回台北 那么如果没有这位 副总参谋长吧 参谋副总长 没有这样一位高级将领 给予这样的一个建议的话 恐怕胡中南就叫什么 叫尽忠尽孝 就是尽忠报国 就要死在战场上 1950年3月26号 胡中南于西昌机场 搭专机飞往台北 大家记住这个时间点 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之后的几个月了 到了台北之后呢 被调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那实际上当了顾问 并不是说有这个地位更高 更重要 有可能是一种为担负闲职 奠定一个基础 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解除兵权 他事后还有一段时间 对吧 所以呢 但是事先有了这样一个头衔 以后就是解除兵权的话 也是有一个说辞了 1950年的5月11号 监察院里面有一个叫李孟彪 他们50多名监察委员联名 对胡中南提出弹劾 理由是什么呢 说受任最重 统军最多 历史最久 错置 这个错置乖方 一物军机 最拒之胡中南 一无处分 书生差异 这个意思就是说 带了那么多的军队 仗也没打好 这个一物战机 居然没有受到处分 他们都感到很诧异 这言下之意呢 就是由蒋中正包庇胡中南的 这样的一个嫌疑 六个月之后 国防部军法处宣布 监察委员李孟彪等 谈胡中南各项 军域事实相反 据不能成立 这当然是蒋中正的意思 代表了最高当局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自无若何行 自无若何行 之 足之论究 应遇不复军法会审 所以就是因为蒋中正庇护 所以也没对他进行刑罚 1951年5月30号 胡中南给行政院长 陈陈上书 请以现在台湾 香港 之江苏 浙江 安徽 山东等省的 一名三万人为基础 成立三个野战 挺进重队 施以必要之军事战术 以及实施游击所需之技能 深入浙 敏 干 苏 各省边界 建立基地 所以还是要打算反攻大陆 所以要建立基地 八月份 身在台北的胡中南 化名出任 江苏 浙江 反共救国军总指挥 兼浙江省政府主席 陈船前往大陈岛 复任 然后复职指挥 沿海游击队与解放军作战 1952年 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不过那个时候 他的辖区 只有浙江沿海少数滩岛 就是 中共还没有来得及 占领进攻的那些岛屿 海上的岛屿 1955年 胡中南再赴澎湖 任澎湖防卫司令 1959年 胡中南退役 复任总统府战略顾问 1962年 2月14号病逝 这个我们已经提到过了 这个当时呢 1962年6月 在 胡中南逝世之后 总统 蒋中正 清零胡中南将军 林唐 致绩 然后呢 把他葬于 杨明书屋境内 中心路旁 大家注意啊 这个 胡中南的死的时间呢 是2月14号 而蒋中正呢 是到6月份 才去击败 这个是已经是事后的一种 做法 不知道为什么啊 这个方面我们没有做这个了解 郝伯村曾经提到过 就是说 抗战期间 胡将军 驻西北重镇西安的时候 彭梦吉将军时任西安炮兵旅长 要见他得 按这个案例呢 要先登记后约 但是到了台湾之后 彭将军担任了参谋总长 胡将军任 澎湖防卫司令部的司令 那这样的话呢 职务就颠倒了 就是变成了 他的部下成为他的上司了 彭中长到澎湖视察的时候 胡将军轻盈机场 对这位老部下兼新长官 知礼 圣公 彭中长连声说不敢当 两位对军中伦理和阶级服从 都立下完美的榜样 这一段呢 主要说的是这个 胡中南呢 他是很有失实物的这种 务实的态度 不能说因为过去 这个人曾经是自己的部下 所以现在呢 他的职务高于自己的时候呢 就把他不当回事 他的态度还是以 下级对上级的态度 非常的谦恭 那弄得这个新长官 反而弄得不好意思 曾在大成岛担任 胡中南机要秘书的陈和贵 后来也做了回忆 他回忆的时候说 这个一级当年 还是不了解胡中南 为何不搭基普车 而宁愿步行爬过山头去办公 这说明了这个胡中南的作风 还比较这个简朴 他不愿意搞铺张 不愿意摆架子 事后胡中南表示说 这里的汽油 比台北贵了一倍 那么就是说 他不愿意花费公家的 这样的一些资源 所以当时这个大家还记得 黄埔第七分校 是这个王曲的那个第七分校 十九期学员孟兴华表示 校长自请大成岛打游击战 这个校长指的是胡中南 就是说他那第七分校的校长 又自行请命驻守澎湖 完全实践了黄埔人 忍辱负重的精神 所以可以看出他的这个部下 对他都有一种敬重之情 觉得这个人的人格 他的这种职业操守 军人的这种精神 都是非常值得这个羡慕和效仿 好的 我们先说到这 我们下次再继续介绍 胡中南后面的一些情况 好